当地时间6月25日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军和卢干斯克武装已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 此前乌克兰北顿涅茨克时市长在电视直播中承认 该市已完全被俄军控制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6月25日表示 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对顿涅茨克地区 康斯坦地诺夫卡居民点的一处新工厂厂房实施打击 摧毁多辆装甲战车和多台冰雹多管火箭炮 乌同社25日援引乌克兰国防部消息报道 俄轰炸机25日凌晨从白俄罗斯领空 向乌境内基辅切尔尼哥夫和苏美地区发射大量导弹 此外 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黛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军正在对北顿涅茨克时工业区发动进攻 俄军还空袭了利西昌斯克时 并试图从南面攻入该市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玛利亚尔 6月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在乌军发布官方正式消息前 一些非官方信息的披露导致乌方军事行动受到干扰 他强调乌军进入或离开某些地区的信息 应该以乌克兰总参谋部或国防部对外发布的官方消息为准 通过其他渠道对军事行动进展的展示 以及社交媒体的信息 扰乱了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行动 此前 乌克兰方面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盖黛 24日表示乌克兰守军已接到从北顿涅茨克时撤退至新的设防地区的命令 该信息一直未得到乌克兰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确认